嗨,大家好,我是Rose世界侠 今天呢,我们就还说一说这个移民的事儿啊 其实这个移民的事儿吧 我觉得大家呢,也是要有一个平常的心态 就是你不要焦虑,不要恐慌 不要这个,每天为这个事儿啊 就是聚聚不安 这个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决定要办理移民了 那你就去寻找专业的这个移民的律师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找中介的啊 就是不管你是办什么移民啊 不管你是办婚姻移民呢 还是这个投资移民呢 还是这个工签呢,是吧 还是这个杰出人才移民呢 还是什么家属移民呢 总之啊,不管你办哪一类的移民 也不管你要移到哪儿去 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啊 也不是一个朋友,好几个朋友啊 都是表达了这种啊 就是强烈的要移出去的这种愿望 然后呢,就是说 好多人都说,除了朝鲜啊 这个伊朗啊 什么古巴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我不考虑啊 其他的国家只要能去就去 嗯,其实我觉得啊 这种观念呢 还有点限制 我觉得除了朝鲜不用考虑啊 真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古巴嘛 你可以先去古巴 然后再从古巴去美国 墨西哥你可以先去墨西哥 然后再从墨西哥去美国 其实你移民是这样的 你不用想着移步到位 包括你移到哪个国家 也是也不用非得要移步到位 我有一个网友嘛 就是人家现在在欧洲 是吧 他在欧洲就是因为疫情啊 然后就留下了 然后呢 他现在就是在想着 要不从欧洲来到美国吧 就是你还是可以 你出去了之后 你出去了之后 你还有很多种选择 所以你要是想移民的话啊 你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呢 第一步就是先出去 先出去 出去了之后啊 然后呢 你再考虑 你是留在那个地方呢 你还是 这个从那个地方作为一个跳板 到另外一个地方呢 前几天也有一个 这个网友啊 就是问我啊 说那个 我可不可以啊 就是先去香港 然后我再从香港作为一个跳板 到其他的地方 因为我现在我只能去香港 我去不了别的地方 也可以啊 所以大家的这个思路呢 要要open 就是你不要呢 就是这个局限在 其实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有这个特点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总是想稳 然后想稳呢 就想着 我最好呢 一步看到一万步以外的 其实不是啊 其实你就是应该一步一步的来 你没有办法就是把后边的啊 就是好像你你全部都要把它掌控住 你觉得你如果掌控不了 它失控了 你kontrol不了了 是吧 然后你就觉得你不能去迈出这第一步 这样的话 你永远都迈不出第一步 所以就是我们要准备移民的朋友们啊 你就是一步一步的走 一步一步的走 大体上啊 就是要分成三步 这个其实就是三个阶段啊 第一个阶段是最重要的 就是先走出去 出埃及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然后第二个阶段 它是出了埃及之后 是怎样留下 因为你不是出去了之后 你就肯定能留下 对不对 你还要考虑怎么留下 以及呢 就是你是留在你第一个所到的地方 是吧 还是再换一个地方 还是你再返回 是吧 真的 你出去了之后 你再回去 也不是不可以的 人生就是这样一种选择嘛 是吧 你如果出去了之后 发现还是国内好 是吧 那我决定回去 就回去吧 没有什么觉得不好意思的 没有什么绝对交代不了 没有什么 你自己的人生 你去经历了 是吧 那就是我选择 我经历 我改变 我承担 对吧 然后呢 第三个阶段才是什么 才是我怎样在一个我选定的 是吧 一个新的 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吧 是吧 我怎样扎根生长 怎样生活下去 怎样重新经营我的生活 这是真的 这是三个阶段 那你不能在你第一个阶段还没开始的时候 你就去想把你的第三个阶段都这个确定好了 你就说都确定好了 我才能开始我的第一个阶段 那你永远都开始不了 所以说我们移民的心态呢 一定呢 就是你必须得有冒险精神 你必须得要去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其实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是安土中签啊 习惯了 就是就觉得必须得能兜底才行 兜不住底 如果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 然后我就不敢去迈出这第一步 那么你就永远都会在原地打转 然后呢 对于我们还有一些人啊 就是不是不想移民 是吧 但是真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啊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 老人啊 然后呢 没有兄弟姐妹 是吧 那么老人的这个状况啊 还有老人舍不得啊 老人啊 这种啊 牵挂牵绊吧 然后呢 最终还是决定啊 就是啊 要和老人在一起 这个虽然我之前曾经说过 我说如果在老人和孩子之间 我们要做抉择 要这个选择 一个 必须二选一的话 当然这是很残忍的 那我的建议是选择 给孩子带来新生 老人的啊 我们的父母 他们的生活 那就由他们去负责 就是这是必不得已的选择 但是我非常能理解啊 就是啊 每个人每个家庭 肯定是有自己的选择的 是吧 那你选择了这个 你就啊 就就选择吧 就安心的 就在家里 就在国内啊 一家人 和和美美的 是吧 不管日子是穷也好 是吧 困顿也好 是自由 自由不用说了 是吧 啊 那么这种呢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啊 我们就做囚牢 是吧 我们就一起 是吧 我们这个生一起 死一起啊 那就好好的过 好好的生活 也不要埋怨 因为你是你自己 做出了选择嘛 你也不要埋怨老人 老人舍不得 是吧 老人的这个挽留 甚至是阻拦 老人觉得外面不安全 是吧 为你的这个安全着想 那就是你也不要怨恨 真的也不要怨恨 那么有的人可能是 结婚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另一半的工作做不通 啊 然后还有的人可能是呢 那孩子的工作也做不通啊 那孩子不同意 啊 其实我说啊 要是说呢 这个事你移民不移民 你不需要征求孩子的意见 因为孩子 除非他已经成年了啊 他成年了 那就他自己做出选择啊 如果他还是个孩子 他没有成年 他是无权 也没有这个能力 来参与到这种人生的规划 因为孩子的见识 孩子的认识是吧 他是非常之有限的 所以这种事情 你是没有必要 也不应该去跟孩子商量的 那孩子就是应该是父母 怎么决定 孩子就跟着父母 去去那什么 等他长大了 他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他再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理论上是应该是这样的啊 但是呢 我们可能很多人 生不生二胎三胎 还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呢 是吧 父母离不离婚 也要征求孩子的意见 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 其实就是界限不清楚 界限不清楚啊 你该承担的责任 你不承担 你什么 推给老人 推给另一半 推给孩子 推给领导 推给朋友 推给你的心理咨询师 推给老师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这是不对的 但是啊 如果你真的是 你就是这样 是吧 我也不说你必须得要改变 你有的时候让一个人改变 真的比把他的脑袋砍下来还要难啊 所以呢 那你如果做了这样的选择 你无论是因为老人也好 另一半也好 孩子也好 是吧 那你要承认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不要怨天尤人 你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实际上你是你自己没有下决心 是你自己不想冒险 是你自己不想吃苦受累 你只不过呢 是把那个责任转嫁给别人了而已 就是你要认清楚这个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心平气和的 心平气和的和你的家人 其实无论老人啊 另一半还是孩子 这不都是自己的家人吗 是吧 你如果认识到 这实际上是你 你把这个锅甩给别人了 是吧 那你就能够更好的 心平气和的 任劳任怨的 义无反顾的 和家人一起抱团取暖 共度这种艰难的岁月 日子再怎么艰难 我们都是还要过下去的 对不对 那还有的朋友可能是啊 所有的人都想 家人啊 这无论是从老到小 还是另一半 但是就是失败了 没有成功 因为移民呢 也不是说你想 你想移就能成功 是吧 可能失败了 或者说就是条件 无论是物质条件也好 还是软件啊 什么技能啊 是吧 学历啊 年龄啊 语言啊 财力啊 等等啊 就是达不到 没办法 实在是走投无路 是吧 那怎么办 那也不要 就觉得啊 那我就等死吧 是吧 我伸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那我现在 这整天活着都没意思了 看人家走了多好多好 你不要这样想 啊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啊 其实它不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真的啊 有的时候 你觉得 稳操胜券的事情 你未必能够成功 有的时候呢 你觉得 门都没有的事情 它就真的成功了 一想不到 天上掉了馅饼 是吧 祖坟冒了青烟 这种事情多了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们的命运 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啊 我就又要说了 真的 大家要有敬畏之心 要 要 要信靠 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出去 人的尽头 你认识到 人的有限 人的软弱无力 你就能够 想到神的存在了 啊 这就是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开头 你像我 我是 我说我决定移民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是吧 啊 那我决定的过程中 我是 其实真的是 也是犹豫了好多年 啊 我之前前面也讲过 那到2018年 我下了决心 我真的要移了 是吧 在这个过程中 也有很多波折 比如说一开始 我先推迟了一年 递交申请 因为我想 我不想影响孩子 申请大学 我怕万一有影响 那实际上可能 我那个决定是错的 啊 可能是不会有影响 如果我2018年 就递交的话 那么我现在 我和我的孩子 就都有绿卡了 现在我孩子 还在排绿卡 因为 因为我持交了一年 我2019年才递交的 那我2019年递交之后 那我2020年来到美国 那个时候 我也可以选择 买高价机票回国 但是我选择了留下来 我选择了留下来 啊 我为什么选择留下来 因为当时我觉得 这是神的安排 让我在这种时候 啊 身在美国 和孩子在一起 那么我就应该珍惜 神给我的这个机会 我就不应该再回去 因为我就是从 这个圣经创世纪里边 罗德一家人 罗德的妻子的 这种经历 就是认为 我不应该回头忘了 又回头忘的话 我很有可能 我是违背神的安排 那我可能就再也出不来 变为言诸了 啊 那当时我做一个基督徒 我就是这么认识的 然后我就开始了 我的这个申请之路 啊 就是不是申请之路 就是 就是等待啊 这个 等待我的这个 呃 身份啊 是吧 递交四八五啊 等等 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我都是向神祈祷 我向神怎么祈祷 就是祈祷 如果 如果我啊 移民美国 这是神的旨意的话 神就会成就 如果我 应该回到中国 这是神的旨意的话 神就会让我回到中国 那么 我就把我的愿望 告诉神 我想移民 呃 但是呢 呃 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哦 真的 我每次祈祷的时候都这样 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要按照神的意思 如果我的愿望和神的意思是一致的 那么神必然会成就 如果是不一致的 那么神的安排肯定是最好的 更好的 更适合我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有这样的啊信念 你完全的你完全的交扯信靠 你面对啊 你也你仍然是会有压力 你仍然是是会有一种盼望 但是呢 你就不会太受煎熬 你就不会太痛苦 啊 就是因为人会软弱的嘛 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呢 是吧 有一些这个求之不得 是吧 呃 这个呃 不知结果如何的这种啊 这种 呃 这种考量啊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不会被折磨的啊 日子也过不下去了 不会的 所以我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啊 我我这里只是简单的说一下 大家如果想详细的了解 可以去看我的那个播放列表的那个移民分享啊 我也会坐在那个片尾啊 我的移民分享里有更详细的讲 这个讲述我的这个经过心路历程啊 每一个阶段的选择 所以大家如果啊 就是真的 你出来也好啊 你这个不出来也好 你能出来也好 你不能出来也好 你成功也好 你失败也好 你把这些都交给神 啊 你把这些都交给神 你把这些交给神 你呢 就会发现你真的就获得轻松了 啊 然后你就有信靠了 啊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同样的啊 还像 还像就是啊 以前风平浪静的一样 那样去生活 那么你 再有呢 就是在你日常生活中啊 无论啊 无论是怎样 你都要记得啊 要行善 啊 要在好事上富足 要甘心施舍 要乐意供给人 要为自己 基成美好的根基 以预备将来 我们要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啊 这个呢 是圣经里边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句子 啊 所以说 就是我们啊 无论我们住在哪里 啊 你是住在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加拿大也好 是吧 啊 啊 甚至俄罗斯 是吧 这个韩国 是吧 新西兰啊 这个英国 希腊 什么泰国等等 不管是哪里 你住在哪里 你生活在哪里 那个地方 啊 如果你离不开它 那说明那就是神赐给你的地 啊 所以你在那里 无论是哪个地 无论是哪座城 你都要啊 爱人如己 你都要好好的生活 你都要敬畏神 如果你的兄弟姊妹中啊 同胞中 是吧 啊 你的邻舍啊 甚至你的仇敌 是吧 他们中有穷人 是吧 啊 有困乏之人 有需要帮助之人 你都要伸出你的手 去帮助他们 啊 献出你的爱啊 去去温暖他们 你不要对他们啊 松开手 啊 是吧 啊 你不要对他们这个这个就是不去扶住他们啊 你也不要对他们攥着手啊 不想把自己的爱啊 恩 是吧 啊 怜悯同情给他们 是吧 你要把他们所穷乏的给他们 补他们的不足 这样不论你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下你会发现你都是喜乐富足的 所以 出不出埃及 移民还是不移民成功还是失败 其实不影响我们作为一个充满喜乐的啊 不影响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属世界的这个地上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最终的啊 我们的真正的生命是在天上是吧所以我们呢就是神的灵粮那这种啊这马拿我们每天吃啊我们的生命每天更新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得到新的生命都可以得到这个真正的永恒都可以得到喜乐而真的� 移民出来的人并不是说就进入天堂了移民的生活也有很多很多的苦很多很多的难啊我前面也也也也给移民泼个冷水嘛所以说大家不用说我去艳羡别人的生活然后呢我觉得我如果不能过那样的生活我的生活就完了不是这样的只要你心里有爱啊只要你呢这个敬畏 啊你能够敬畏神啊你能够敬畏神啊你能够听从神的诫命爱人如己啊那么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哪里神啊都会与你同在哈利路亚